五渡 韩非 圣古之事 人民少而禽兽众 人民不胜禽兽虫舌 由圣人做 购木为朝以避群害 而民越之 时望天下 昊月有朝事 民时国罗半阁 兴骚恶臭而伤害复位 民多疾病 由圣人做 钻碎取火 以化兴骚 而民越之 时望天下 昊之约 碎人士 中古之事 天下大水 而滚宇绝毒 进古之事 节昼暴乱 而汤武征伐 今有购木钻碎 与下后世之事者 必为滚宇效益 有绝毒于殷舟之事者 必为滚宇 必为汤武效益 然则 今有每遥顺滚于汤武之道 与当今之事者 必为新圣效益 是以圣人 不妻秘修骨 不乏常渴 论事之事 因为之辈 宋人 宋人有耕者 天中有猪 兔走处猪 折颈而死 因势其累而守猪 即复得兔 兔不可复得 而身为宋国孝 今欲以先王之政 致当世之民 皆守株之类也 古者丈夫不耕 草木之时足时也 妇人不知 禽兽之脾足异也 不适利而养足 人民少而才有余 故民不争 是以厚赏不行 重罚不用 而民自治 今人有五子不为多 子又有五子 大妇未死 而有二十五孙 是以人民重 而获财寡 势利劳 而公养薄 故民争 虽被赏累伐 而不免于乱 遥之望天下也 茅瓷不减 彩船不拙 励滋之时 离祸之更 冬日即求 夏日隔一 随尖门之抚养 不亏于此意 鱼之望天下也 身之累差 以为民先 古无顽拔 竟不生毛 虽尘鲁之老 不苦于此意 以事言之 福古之让天子者 是去尖门之养 而离尘鲁之老也 古传天下 而不足多也 金之县令 一日身死 子孙累世邪嫁 故人重之 是以 人之于让也 清辞古之天子 难去 金之县令者 伯后之时 异也 福山居 而古籍者 驴腊而香移以水 则居苦水者 满庸而决斗 故鸡岁之春 幼地不详 阳岁之秋 书克弼食 非书骨肉 爱过客也 多少之时 异也 是以骨之异财 非人也 财多也 金之争夺 非彼也 财寡也 清辞天子 非高也 士博也 众争士陀 非下也 权重也 故圣人 亦多少 论伯后 为之正 故 伐伯不为此 诸言不为利 称俗 称俗 而行也 故 事 因于事 而 备事 于事 古者 闻王处 封号之间 地方 百里 行人意 而怀 西 荣 遂 望天下 徐掩王处 汉东 地方 五百里 行人意 割地 割地 而朝者 三十又六国 经文王 恐其 亥及也 举兵 伐许 遂灭之 故 文王 行人意 而望天下 眼王 行人意 而丧 其国 是 人意 用于古 不用于今也 古曰 事意 则事意 当顺之时 有苗不服 欲将伐之 顺曰 不可 尚德不厚 而行武 非道也 乃修教三年 之甘妻武 有苗乃福 贡功之战 铁仙短者 疾乎敌 铠甲不肩者 伤乎体 是 甘妻 用于古 不用于今也 古曰 事意 则被变 上古 敬于道德 忠事 逐于智谋 当今 争于气力 齐将功卤 卤十子 共睡之 齐人曰 子言非不便也 无所欲者 土地也 非思言所谓也 遂举兵伐鲁 去门十里 以为戒 故 言王仁义 而徐王 子共便智 而处消 以事言之 福人亦便智 非所以 持国也 去 远王之人 惜子共之志 寻徐鲁之利 使敌万圣 则其经之欲 不得行 与二国已 福金鲁异俗 心鲁异备 如欲以宽缓之正 至极世之民 有无配策而御马 此不智之幻也 今 如莫皆称 先王 奸爱天下 则世民如父母 何以 明其然也 约 思寇行行 君位之不举月 闻死行之报 君位留涕 此所举 先王也 福以君臣 为如父子 则毕至 推誓言之 是无乱父子也 人之情性 莫先于父母 皆见爱 而未必至也 虽厚爱已 息聚不乱 仅先王之爱民 不过父母之爱子 子未必不乱也 则民息聚至哉 且夫以法行刑 而君位之流涕 此以孝仁 非以为智也 福垂气 不欲行者 人也 然而不可不行者 法也 先王 盛其法 不听其气 则人之不可以为智 亦明已 且民者 顾服于世 寡能怀于义 众你 天下圣人也 修行民道 已有海内 海内 悦其人美其义 而为其服役者 七十人 盖 贵人者寡 能义者 难也 故以天下之大 而为服役者 七十人 而仁义者 义人 鲁哀公 下主也 南面军国 境内之民 莫敢不臣 民者 顾服于世 诚意 以服人 故众你 反为臣 而哀公 顾为君 众你 非怀其义 服其事也 故以义 则众你 不服于哀公 成事 则哀公 沉众你 今学者之说 人主也 不成必胜之事 而物行人意 则可以忘 是求人主之 必及众你 而以事之凡民 皆如猎徒 此必 不得之数也 今有不才之子 父母怒之 服为改 乡人 瞧之 服为动 师掌 教之 服为变 服以父母之爱 乡人之行 师掌之志 三美加烟 而中不动 其 静 毛 不改 周部之力 操官兵 推功法 而求索 坚忍 然后恐惧 便其劫 亦 其行 以 故父母之爱 不足以教子 必带周部之言行者 民固 民固交于爱听于威矣 固 食刃之城 楼寄浮能余者 翘也 千刃之山 勃赃益目者 宜也 固 故 民王 翘其法 而言其行也 不搏寻常 庸人不适 朔金百亿 道之不多 不避害 则不是寻常 避害守 则不多百亿 故 民主 避其诸也 是以赏莫如厚而信 使民立之 法莫如众而弊 使民谓之 法莫如依而故 使民知之 故主施赏不迁 行诸无赦 欲赴其赏 毁随其法 则贤不孝 聚尽其利益 金则不染 其有功也绝之 而卑其事官也 以其耕作也赏之 而少其家业也 以其不收也外之 而高其轻事也 以其犯尽罪之 而多其有佣也 毁欲赏罚之所佳者 相予备谬也 故法尽坏 而民欲乱 今兄弟被亲 毕公者 连也 知有辱随仇者 真也 连真之行诚 而君上之法 犯矣 人主遵真连之行 而妄犯尽之罪 故民成于勇 而立不能胜也 不是立 而依实 未之能 不战功而遵 则未之贤 贤能之行成 而兵弱 而地荒矣 则私行力 而功力 灭 如以文乱法 侠以武犯尽 而人主 兼礼之 此所以乱也 负 离法者罪 而诸先生 以文学取 犯禁者诸 而群侠 以私 剑养 故 法之所飞 君之所取 利之所诸 上之所养也 法取上下 四乡凡也 而无所定 虽有十皇帝 不能置也 故行仁义者 非所欲 欲之 则害功 供文学者 非所用 用之 则乱法 除有之功 其父 切养 而夜之力 令隐约 杀之 以为职于君 而屈于父 报而罪之 以事官之 服君之职臣 父之报子也 路人从君战 三战三北 众你问其故 对约 无有老父 身死 莫之羊也 众你 众你以为孝 举而上之 以事官之 服父之孝子 君之辈 臣也 故令引诸 而楚奸 不上文 众你赏 而鲁民 亦祥北 上下之力 若是其意也 而人主 兼具匹夫之行 而求是 设计之福 必不及已 古者 苍结之作书也 自还者 谓之思 背思 谓之功 公思 之相悖也 乃苍结 故以知之意 今已为同利者 不察之幻也 然则为匹夫记者 莫如修人意 而习文学 行义修则见信 见信则受试 文学习则为名师 为名师则显荣 此匹夫之媒也 然则 无功而受试 无绝而显荣 唯有正如此 则国必乱 主必威 故 不相容之事 不两立也 斩敌者受赏 而高词汇之行 拔成者受绝路 而信怜爱之说 兼甲立兵已被难 而美剑身之事 复国已农 聚敌士族 而贵文学之事 费敬上卫法之民 而养游侠私贱之属 居行如此 志强不可得也 郭平养如侠 难志用戒士 所立非所用 所用非所立 是故服侍者减其业 而与游学者日重 是士之所以乱业 且士之所谓贤者 真信之行也 所谓智者 微妙之言也 微妙之言 上智之所难知也 今为众人法 而以上智之所难知 则民无从实之以 故遭康不保者 不误良肉 短贺不完者 不待闻秀 服智氏之事 急者不得 则还者 非所误也 今所智之正 民间之事 夫妇所明知者不用 而慕上知之论 则其余智 是凡亦 故微妙之言 非民物也 若服贤良真信之行者 必将贵不期之事 不期之事者 亦无不期之数也 不依相语交 无父后亦相立 无微事亦相聚也 故求不期之事 今仁主 处智人之事 有异国之后 重赏言诸 得操其柄 以修明术之所诸 虽有田长子汉之臣 不敢欺也 惜待于不期之事 今真信之事 不应于时 而境内之官 以白属 必认真信之事 则人不足官 人不足官 则智者寡 而乱者重义 故明主之道 义法而不求智 故恕而不慕信 故法不败 而群官 无奸诈义 今 人主之于言也 悦其辩 而不求其荡言 其用于行也 美其声 而不择其功言 是以天下之重 其谈言者 物未辩 而不周于用 故举先枉言 仁义者迎庭 而正不免于乱 行身者 静于为高 而不合于功 故智世 退出言学 归路不受 而兵不免于弱 正不免于乱 此其故 何也 民之所欲 上之所礼 经国之术也 今境内之民 皆言志 藏商管之法者 家有之 而国贫 言耕者众 执雷者 寡也 境内皆言兵 藏孙无之书者 家有之 而兵欲弱 言战者多 披甲者 少也 故民主用其力 不听其言 赏其功 罚尽无用 故民尽死力 已从其上 辅耕之用力 也劳 而民为之者 曰 可得以负也 战之士 也为 而民为之者 曰 可得以贵也 今修文学 习言谈 则无耕之劳 而有负之实 无战之威 而有贵之尊 则人 孰不为也 是以百人士智 而义人用力 士智者众 则法败 用力者寡 则国贫 此事之所以乱也 此事之所以乱也 故 明主之国 无书简之文 以法为教 无先王之语 以利为师 无思剑之汉 以斩首为勇 是境内之民 其言谈者 避鬼于法 动作者 归之于功 为勇者 尽之于君 是故 无士则国负 有士则兵强 此之为 王资 既续王资 而成敌国之欲 超五帝 谋三王者 必此法也 今则不然 市民 纵刺于内 言谈者 为士于外 外内称恶 以待强敌 不亦待乎 故群臣之言 外事者 非有费于 从横之党 则有仇仇之中 而 借力于国也 纵者 何众弱 以功 一强也 而横者 士一强 以功 众弱也 皆非 所以 持国也 今 人臣之言 横者 戒曰 不事大 则御敌 受祸矣 事大 未必有时 则举徒而为 孝喜 而请兵矣 仙徒 则徒则 递消 孝喜 则明卑 递消 则国靴 明卑 则正乱矣 事大 为横 未见其利也 而 王帝 乱正矣 人臣 这言 纵者 皆约 不就小 而伐大 则施天下 施天下 则国威 国威 而主杯 就小 未必有时 则起兵 而敌大意 就小 未必能存 而交大 未必 不有书 有书 则为强国制矣 出兵 则军拜 退守 则成拔 就小为纵 未见其利 而王帝 拜君矣 事故 是强 则以外权 士官于内 求小 则以内众 求利于外 国力未利 封土后路 之矣 主上 虽悲 仁臣 尊义 国地 虽消 私家 父义 则以权 常重 事败 则以 父退 除 人主 之于其 听说也 于其尘 事未成 则 绝路 以 尊义 事败 而服诸 则游睡之事 孰不为用 增脚之说 而 侥幸其后 故 破国 王储 以听 言谈者之福说 此其故 何也 使人 使人 不明乎 公司之力 不查 荡 否之言 而诸 法 不必 其后 业 戒约 外 事 大可以 望 小 可以 安 福 望 者 能 攻 人 者 也 而 安 则不 可 攻 也 强 则能 攻 人 也 智 则不 可 攻 也 智 强 不可 择于外 内 正 之 有 也 今 不行 法术 于内 而 事 智 于外 则不 至 于 智 强 已 彼 燕曰 常 秀 善 武 多 前 善 骨 此言 多 资 之 亦为 功 也 故 智 强 亦为 谋 若乱 难 为 记 故 用于 秦者 识 变 而 谋 稀 施 用于 焉 者 一 变 而 忌 惜 得 非 用于 秦者 避 智 用于 焉 者 避 予 也 改 智 乱 之 自 亦 也 故 周 去秦 为 纵 积年 而举 为 离 位 为 恒 伴 岁 而 亡 使 周 灭 于 纵 为 亡 于 恒 也 使 周 位 缓其 纵 恒 之计 而 延其 境内 之志 明其 法 禁 避 其 赏 罚 尽其 地利 以 多其 祭 至其 民 死 以 奸 其 成 首 天下 得其 地 则其 力 少 公其国 鎮也 民之 政绩 皆旧 安利 如必 微穷 今 位之 攻占 尽则死 于敌 退则死 于诸 则 威 已 欺 欺 家 家困 而上 福 论 则穷 已 穷 危 之 所在 也 民 安 得 务必 故 士 私 门 而 完 谢 赦 谢 赦 完 则 远 战 战 则 安 行 货路 而习当徒者 则求得 求得 则私 安 私 安 则 利之 所在 安 得 勿救 是以 公民 少 而 私 人 重 义 福 明王 治国 之政 是其 商工 有史之 民少 而 名悲 以 寡去 本物 而去 莫作 今 是 禁习之 请行 则 官 决可 买 官 决可 买 则 商工 不 卑 也 以 奸 财 祸 骨 得 用 于 是 则 商人 不 少 以 拒 脸 背 农 而 致 尊过 更 战 之 事 则 耿介 之 寡 而 高 价 之 民 多 以 世故 乱国 之俗 其 学者 则称 先 王 之道 以及 仁义 盛 荣福 而 事便说 以 当事之法 而二 仁主之心 其言谈者 为舍诈称 介于外力 以成其私 而以 舍计之力 其待见者 具图属 历节操 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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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犯 五官 之禁 其 宦 愈者 基于 私门 进 货路 而用 崇人 之夜 退 汉 马 之 劳 其 山公 之民 修 至 苦 雨 之 气 具 沸 靡 之财 蓄姬 代食 而谋 农夫 之力 此 无者 邦 之 度 也 人 主 不出此 五度之民 不养 耿戒之士 则海内 虽有 破王之国 消灭 之朝 亦 无 怪 亦 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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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